送廚余 大家好 我們是WTF Tester 1 2 3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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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更爛 嗨! 我們已經重錄第二次了 然後這個音阻我還是覺得蠻爛的 嗨! 好! 現在幾點晚上? 8點 05分 8點05分 我們好像景廣還是什麼 線上廣播電台 欸! 好尷尬 好! 我們現在人所在的位置 因為以前我們是在室內錄的 記者所在的位置 但是現在有沒有聽到一些 有沒有 有沒有那種身歷其境的感覺 就是有一些車子 有欸! 我們現在三個人在 咖啡邊的汽車裡面 小March裡面 我們三個人依偎著 依偎著鼻子 然後 然後就是放著這個小手機在 車上 然後收音 我們已經特意找了一個比較安全 不是 比較安靜的地方 就旁邊居然有 Puiga開始飆起車了 啊! 因為他們好像放很假了欸 對! 我今天才發現原來現在是學測的時期 學測已經離我好遠了喔 多遠? 你透露一下年份 不敢喔 不敢 那天啊! 來看展 對我們 我們那個現在空間有個展叫默默 歡迎大家默默的跟我們要密碼 然後默默的自己來看展 對 然後看默默的展 耶 就是那天有我高中的學妹 又是嘉義人 嗯 然後就有高中的學妹來 我們這邊 然後看展 我就問她說你是第幾屆的 然後呢我是 就是第二屆嘛 然後她就說她第八屆 然後是一剪就 哇靠我差了六歲呢 就瞬間覺得自己 嗯 眼睛好了 你知道那種感覺是 亂講 以前就是我是 差不多是二十出頭歲 我就會覺得哇 我快三十歲的人 蠻old的 然後現在就已經 是團體裡面最老的 就那天不知道是哪一個場合 然後我就發現 喔原來我是最老的耶 喔那天那個啦 外國人來 那個以色列的 那個黎蘭來 然後她說她二十六歲的時候 我想說 哇 我怎麼 嗯 又有汽車經過 你怎麼怎樣 你剛剛說你怎麼 我怎麼就好像變得越來越老 我不曉得是不是 命運的捉弄 好我可能這種 講這種感覺很像 就是很像那種 老人說 等到你活到我這個歲數 你就知道了 嗯 等那種感覺 所以你現在的心情是什麼 做為一個團體最 年紀最大的 最大的嗎 但是其實老實說 跟你們相處下來 某些時候啦 會不覺得我們有年齡上的差距 但有些時候還是會覺得會 比方 我覺得就是 就比方你們一直在吵架 這件事情 我以前也很會吵架 但是後來就會覺得啊 沒什麼好吵 就覺得 人活著健康就好 健康快樂就好 蛤 對啊 屁啦 嗯 好 那天我不是也在跟你吵架嗎 對啊 可是 以前的我就覺得算了 可是那種算了 也不一定是真的算 就是可能就忍著 就像我爸媽他們也就是忍著 然後不講 就等待某一天爆炸 再全部傾斜出來 但那種算是成熟嗎 我也不曉得耶 就是 每個人對於成熟的定義不一樣 這之後可以再開一集 我之前有聽過一個 那個 Podcaster在 在討論 呃 怎麼樣才是一個成熟的表現 嗯 嗯 下次可以開一集 來討論看看 好喔 嗯 好吧 好喔 那我們這集要討論的是什麼 是什麼 唉唷不能亂動 因為你知道那個 汽車的 衣服會摩擦那個 汽車的皮 然後就很像放屁 你知道嗎 還是你是真的放屁 欸 你幹嘛 欸我覺得我們這樣很溫馨喔 因為現在外面其實有點冷 不知道為什麼 中午明天也蠻熱的 超熱 夏天超熱 對 而且我們又在藍坦 藍坦欸 就不是嘉義人 不知道藍坦是什麼地方喔 咖啡邊或美邊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用你們從外地來的那種感覺 是對於藍坦的印象是什麼 我知道 深山 嗯 對於藍坦的印象就是 一個小湖 然後後來就是 一直層出不窮的 有離奇的 死亡案件 死亡案件在這兒 我覺得很離奇耶 就是從小時候就是 一直會有新聞 就是說 誰誰誰來藍坦 就是甚至我爸媽 就會禁止我來藍坦 因為覺得這邊就是 比較陰一點 真的喔 真的假的 那我們還來這裡 這是不是你抗拒的原因 不是 搞不好我 藍坦是一個水庫 嗯 高我 知道這裡不好 真的假的 那我們趕快離開 車離開 無聊 欸對於高我這件事情 我也蠻好奇的 就是我對於現在 就現在對於身形也還蠻好奇 就以前我也蠻抗拒說 那個我就是在bullshit 你知道嗎 就是沒有科學根據的東西 好啦 這好像也是一個蠻大一題 所以我要反駁 圖詩編 他說沒有科學根據 但他也拿不出科學的證據來證明他不科學 所以他講的話也很不科學 對 這句話很棒 就也串聯到我們今天要講的題目 就是星座這件事情其實也蠻不科學 可是大家卻深信這樣子的 深信不疑 對深信不疑 然後就像之前咖啡店搶我 然後他說 你不相信相信你卻相信星座 對啊 真的很鬼異 而且他還相信血型欸 可是為什麼 我覺得血型有他的道理 因為血型他就是有科學存在 哪邊有嗎 有啊 因為我之前就讀血液相關的科系啊 怎麼樣 他就是一定會有 就是他也牽涉到血液 他就會覺得我是存在有人體 就是真的是你看得到血這個東西 但是你看不到靈魂的存在啊 可是 可是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科學 可以照光譜你知道嗎 就是你的頻率電磁波 就是每個人都有波長嘛 那有一些儀器是可以就是掃描 或者是診斷出一個你的波形 還有顏色 因為波就是光 光有顏色嘛對不對 是這樣講嗎 反正就是 光不是有不同的光譜嘛 光譜是會反映出不同的顏色 像紅色的光 黃色的光 黃色的光 藍色的光 對對對 所以他們就可以用那個儀器去 看出你這個人的氣場 Aural 的之類的一些狀態 我不曉得 可能是我沒有看過那一方面的學術研究 然後對 但這個人卻說這樣等於不科學 他自己沒有研究這個東西 到底有沒有不科學 開戰囉 對對對 真是蠻棒的一題 因為像每邊他是比較卡在中間 是因為 你以前不相信嘛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之後你卻 沒有你不相信 就是沒有接觸 對 因為我們對沒有接觸過的東西 就會覺得害怕 對 那就是來到動物的狀態 可是我第一次 知人士的時候 我有害怕嗎 有 你有很害怕你很抗拒 你就說 你不要跟我講這些啦 那種反應就是恐懼 我哪有 是有 你有過 我不是有看著你在念經嗎 嗯 對啊 那為什麼我會有那種害怕 因為我之前好像剖析過 就是動物性的害怕 我覺得加上一部分是因為 就是 社會 社會媒體的一些污名化 就是我們會覺得那些吸附的啊 還是什麼 就會覺得 殘羞這種事情 感覺就是會跟 不好的事情連接在一起 或是覺得很荒謬 就會覺得這些人在下面有一些 很奇怪的行為舉止 會讓我們覺得 從外面 有點像我們在看韓粉那種感覺 欸 開戰了 嗯 好 你自己提的喔 自己說不講政治 就自己的 好 我們就說偶像崇拜好了 就是我們會看到 可能我們看到五月天啊 我不是五迷啊 就是我們看到我們喜歡的偶像 我們就會那種很 很熱血的想要他不管去哪裡 我就要跟著去追星那種感覺 就是 我覺得是一樣 只是我們相信的人 是不同的磁場 或是不同的立場 所以 因為不 因為不認識或是不熟悉 所以會開始有排斥的反應 嗯 所以 到後來我覺得其實 你可以 你可以不喜歡 但是前提是你要去嘗試過 你要去嘗試過 對 你嘗試過 你覺得你不喜歡 然後並且 真的不喜歡了 你還是要去尊重對方 不同立場的人 嗯 所以你要怎麼去 嘗試跟體驗星座呢 我覺得星座我真的 好像還有 可能是因為星座它比較初階吧 嗯 因為到可能比較深層就是 可能看心 啊 指揮斗樹啊 或者什麼命盤 那個我好像又 開始覺得好像 乖利亂生 對 我不曉得會 為什麼會有這種 奇怪的感覺 就跟你說你就是動物 動物性的一個狀態 嗯 就是我們生物學都有學 就是戰或逃嘛 Fight flight or fright 所以你就是 你的導神經元 就是處在那個恐懼的狀態下 對 你就來到動物性的神經元系統 你就會處在防禦性的狀態 你就是會害怕 然後或者是會就 關閉了那個 開創性的那個 老神經元的連結 嗯 所以你就不會去想要 吸收這些知識 然後你就用 既有的 固有的知識 你就從腦袋裡想說 喔對 某年某月的那個新聞說 這個是什麼 戀財啊 指教詐騙啊 什麼什麼的 嗯 可是然後或者是你的身體 就是不想要去理解這件事情 可是說實在的 就是去理解這件事情 又會怎麼樣呢 去聽聽看又會怎麼樣呢 就像我之前 欸這會弄太遠啊 我們不是要聊星座嗎 好啦 那之後再講 嗯 好 那我們就直接切入主題 就是我們今天想要探討星座跟 因為今天我在 我們在蘋果日報 就是頭條新聞看到就是 台灣的首富有哪幾位 然後發現郭台銘 被擠下第一名 對 台灣首富的寶座 第一名是誰啊 第一名是 鼎星集團的魏映聰 哇哦 我覺得我聽到的時候 蠻正經的 因為鼎星之前 我們不是 有一度 台灣人就是 發起那種霸 就是怎麼抗 有點像是什麼 抵制啊 抵制 什麼苗麥苗退 那種 的舉動 結果後來現在 他首富是魏映聰欸 你就是覺得我 這個不讓我感受比較還好 為什麼 我周遭沒有人很 哪有 很 很去 有啊 拒絕啊 秀蘭有 欸你怎麼這樣 哪有 有 是他發IG的喔 他都去買Seven的咖啡欸 Seven咖啡跟魏映聰有什麼關係 Seven不是 統一的啊 所以我之前才一直說 他統一是魏映聰的喔 我不知道他們的關係 但是我 我的印象就是 統一其實是不太OK的集團 所以我比較喜歡去全家 我記得是他們請下的 是真的假的啊 我不曉得 我只知道我覺得很好笑的事情是 當有一群人在分享說 欸這個小心吃魏犬 或是什麼 他只是換了漂亮的那個設計 對 然後他們就會在這個版上 FBR IG就說 我們要 對我們要小心 不要以為我找到你 對對對 然後結果我們這邊 辛辛苦的人省下一兩杯飲料錢 人家還不是一樣是台灣首富 嗯 就覺得有點荒謬這樣子 結果林鳳瑩綁了一個買衣送衣 大家還是 殺去買 真的 嗯 我覺得這還蠻拉扯的 就是今天一個東西 我真的有時候也會 去拋棄那種品牌的 道德 價值 對道德 道德官 然後去買一些 我覺得 就很像現在我們要去換手機 支費的時候 就被什麼XX之星啊 給 給那個 起飲 他的支費真的很便宜 可是他其實是頂 好像是頂星旗下的 的品牌 對 好扯遠了 所以 我們今天就是要把這個各個品牌 還有一些 大家耳熟能響的 這些 企業家 是的 把他的星座去給他調查出來 然後挖出來說 有沒有一個關聯 哪一個星座就是特別的成功 容易成功 當上什麼企業家 或者是 特別容易 特別的吃苦耐勞啊 或者是 他 哪一個星座就一定 出來創業就一定會 會 大發 大發 發 發他猜 大發 大發猜什麼 大發雷霆 好 所以我們今天 第一名是 剛剛你說的 魏映衝 對 魏映衝 第二名是那個 是不是國太極 啊魏映衝 我沒查到他的那個 星座 那個星座 啊頂星啊頂星 啊燦衍明 是 是哪一個 喔燦衍明 旺旺是 嗯 嗯 你們知道他什麼星座 台灣第三名 你知道他知道他什麼星座嗎 不知道 摩羯座 哇 你為什麼先講這個星座 是因為那是你的星座嗎 沒有 因為你剛剛說頂星啊 我就說頂星就是跟蔡衍明感好像比較有相關聯 屁啦頂星跟萬萬集團又不一樣 感覺就是那種比較 食品類的容量 比較瑞的 顏色 我以為你要從第一名講到第二名第三名 第四名 欸我剛才沒有去查那個首附影 我剛才 我有記得啊 喔 但是郭台銘是那個啦 第四名天秤座 天秤座 天秤座 喔你沒有那種讓他們猜的感覺 喔 好 原來你要這樣揭曉 不好意思 那你等一下 郭台銘就是天秤座啦 天秤座我們會想到什麼東西啊 天秤座就是 我爸是天秤座 對啊 天秤座就是天男美女啊 我中信好像就是天秤座 那他常常就說他自己先 喔不好意思我移一下我的屁股 巧克力 喔 天秤座 然後 剛剛說 燦野明是摩羯座 要不要硬要把他拉回來 讓你們猜猜我們這三個小編 誰是什麼星座 欸我們要給自己的 給自己的那個地印象啊 欸那時候是不是有猜 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我們有猜誰是誰是 什麼星座 沒有啊 沒有嗎 有嗎 那如果你現在回想 假設我們現在不認識 你就會覺得我是什麼星座 摩羯座 哪有 你要什麼你就覺得 你明明就對摩羯座 大家對摩羯座有什麼刻板印象 無聊啊 無聊嗎 還有人 真的很無聊啊 然後 你這樣開戰囉 真的 我跟妳講摩羯座呢 是我覺得很無聊的星座 但是他們很嚴肅 所以這反而變成他們工作上的好處 欸你可以不要再一直晃動嗎 好不好意思喔 我是想要 comfortable一點 comfortable 那妳剛剛我們一開始不調好位子啊 因為我剛剛那樣做 comfortable啊 好 我想要專心不行了 反正 我覺得我對摩羯座的刻板印象呢 就是很無聊 然後但是他們會 煩惱於他們自己的無聊 這就是他們最無聊的地方 欸 我要記住 我要記住 欸我跟妳講 妳知道 妳知道那個 現在很很夯的 叫什麼農夫 農夫嗎 不知道 那個什麼農啊 怡農 一個是選立委 跟講萬安 農農農農農 你知道他們兩個雙帥是什麼星座嗎 摩羯座 就是摩羯座 無聊死了 我好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落選嗎 沒有他們 沒有他們兩個都是摩羯座 對都是無聊都是摩羯座 所以呢 然後我今天就看到一個影片 就開始在探討摩羯座的 就是給人家印象 嗯 就是比較 喔甚至現在那個 唐啟陽老師 他也趁這個熱度 他就開始分析 摩羯男 對他是什麼樣 就是 選擇摩羯男 你會 會有什麼下場 就是你的另外一半會有什麼下場 下場 就像剛才咖啡店說的就是他們會很在意工作 但是可能有時候就是因為工作太忙會 會 忽略掉另一半 但他不是不愛他 就是說 他是為了工作去 只是不是在他的重心寸位裡 他的邏輯是這樣 他是為了工作然後去賺錢 然後 養這個家 所以那種 愛是這樣子去處罰 而不是說 欸我就是要對你 呃 百般合物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他是為了養家活口 然後為了工作這樣子 他是 摩羯座是這樣斥愛的 喔 我覺得反正摩羯座很無聊 然後呢 那你覺得什麼星座很有聊 我還沒講完 我對於摩羯座的印象 喔OK 然後呢 他就是 算了我不講 因為一直被打斷 你剛剛問我什麼 我說你什麼 你覺得什麼星座最有聊啊 最有聊喔 對啊 可能是水瓶吧 水瓶座 嗯 有人指著他自己 但我覺得他還好 應該是水瓶 或者是 嗯 水瓶 我看你看了一下水瓶座的 星座有沒有對應的 喔 對應的品牌的創業家 有一個 這什麼 讓你們猜猜 可口可樂 可口可樂 New Balance 欸你厲害 是 是UNIQLO 是UNIQLO 為什麼你會猜UNIQLO 是UNIQLO 劉景正 登登登 UNIQLO是台灣 喔劉景正 對 是那個啊日本啊 喔日本 那怎麼姓劉 柳 柳川的劉 喔劉景正 劉景正 對 UNIQLO是水瓶座 欸他現在幾歲啊 欸我沒有查欸 喔沒有查出來 對啊真的 幾歲我沒有查 因為主要是獎星座 但是他是唯一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有列了一些 我們想要知道品牌 對應的星座 他是唯一一個水瓶座的 嗯 那那 每邊覺得呢 你覺得哪一個星座 最無聊哪個星座 最有聊 嗯 因為每邊我本人 對星座的 等一下每邊是什麼星座 讓 followers 猜猜猜 我就是所謂號稱 最有解癖的 星座 然後嘴很賤的星座 他媽真賤 哇開戰囉 開戰囉 沒關係 早上就輪到咖啡邊了 就是至少有條理 要不是像有些人 只會出一道水 對啊 只會在那邊 屁啦 亂衝亂撞 欸我有說的是誰嗎 要現場觀眾有人 知道我在說誰嗎 猜猜猜看囉 好 欸可以問到就是 你就是他覺得什麼星座就有聊 所以我要揭曉 我是什麼星座 對 請給我一個鼓聲 自己後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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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超市 對 那你覺得你自己想處理 好我剛剛問問題他都沒有回欸 最有趣 你覺得最無聊的 你幹嘛一直搶主key啊 你幹嘛 不是我問問你是被忽略 好請回答 最有聊的是 我覺得 我想想看我身邊 很有趣的人 我覺得 欸你知道 我們兩個共同朋友宜萱是什麼星座嗎 跟我一樣 喔 因為像我就會聯想到有聊 是不是那種一天到晚會想要出門 拔aster 然後去哪裡 開頭 哦 Mm. 很帽的定義欸 能乾脆 說不就是姨萱是 牡羊做欸 所以她是怎麼不喜歡爸爸找 因為我就覺得她很有聊 她怎樣有聊 就她很喜歡 譬如說因為我們之前大學的時候 就是大家都喜歡宅在家裡 譬如說畫畫還幹嘛 然後 喔她也是藝術相關學系 對 宜萱就會說 欸我們今天去哪裡 去斗六吃炸饅頭啊 去哪裡去放夜市去唱歌這樣 她就會一直提出這種 要出去social的一些活動 那妳看妳就承認吧 我是最有聊的 可是妳本人很無聊欸 我很無聊嗎 無聊的定義又是什麼 無聊的定義 就是我現在以這種 大的觀感來講的有聊 就是這個人就是她很活躍 她一天到晚這樣跑來跑去 然後這樣很快 很喜歡跟社群軟體 還是什麼社交生活 大家這樣很活躍 那無聊的定義是什麼 無聊的定義就是她喜歡在家裡 那妳覺得妳自己很無聊吧 好像很無聊欸 嗯 是不是土象星座都是比較偏 對 無聊 無聊 就是比較大眾 大眾所認知的無聊 因為有些人說不定 覺得在家裡很有聊啊 對啊 反而出去是很無聊 就是跟一些社交生活 我覺得無聊給我的感覺 叫沉悶 就像妳們兩個人 都會給我沉悶的感覺 沉悶 妳們的底層是有一點沉悶感 對 那很扎實很不錯啊 很值得 其實妳換句話說 講是這樣 心裡想是抓妳媽 但是我覺得 是 就是沉悶 妳這樣我要一直逼掉妳 喔 不用嗎 幹嘛逼啊 對啊 OK 好的 好 那現在就是換咖啡邊 我們來猜猜咖啡邊是什麼星座呢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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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就是稍微介紹一下妳的個性 然後她猜一下 我幫咖啡邊直接 好 每邊幫咖啡邊 就是妳要幫我介紹 開炸了 因為我們剛好三個是不同的星座 所以很好讚 來 咖啡邊的星座就是史上最GY的星座 最火爆 最GY 咖啡 咖啡 欸不比也不用到這麼的 這麼Dirty吧 是史上最討人樂 就是妳知道啊 她的 這沒有個人情感嗎 她的星座裡面 BOWERS 她沒有再加入個人情感 她的星座裡面有一個 跟白木是同音的 哪有啊 那個音節不一樣嗎 沒有 是同字啊 蛤 她就是 所謂的 Drum Rose 的 白羊座 喔 白羊是牡羊座 欸不可以這樣 白羊或牡羊都可以 死上大白木 麻的 欸這樣 牡羊第一次是死上大嘴劍 牡羊VS處女 大家都可以自己聯想齁 有些人罵人至少是有跟 可以喔 就是罵人就是 歪歪 歪歪 可惡 就罵完之後自己 想一想說 好妳還是很有道理 然後就來跟你道歉 牡羊座她就是 來的快去的也快啊 她的 她的脾氣就像龍捲風 愛情人 不快自己唱歌 Q自己唱歌 好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牡羊座 跟這個 處女座 創業人士 欸對講到處女座 其實我們剛剛查了一下 嗯 就是 根據 好像是全球的那種首富 去統計說 前三名的星座 就是 創業家跟 成功者 成功者 然後手 就是那種排行 首富這樣排下來 第一名是處女座 耶 厲害厲害 然後第二名是摩羯座 耶 耶 然後第三名忘了 反正就是沒有牡羊座 耶 耶 送啦 幹 媽的 你的眼都不準 好 好 為了福 福平他的心 來告訴大家 我先告訴你 有哪幾個品牌 是白羊座的 真的喔有品牌嗎 有 營車大門 FollowFollow共享過去 亂次路 第一名就是 IKEA 哇 Woo 耶 可是你 我真的很奇怪耶 好爽喔 媽的 IKEA給人家很穩 然後很 IKEA給人家很穩重的感覺 不會 我覺得他很有想法耶 很創意 很創新 他的整個製造出來的核心 譬如說他就有一個廣告就是說 譬如說住在那個 艾斯基摩人吧 艾斯基摩人他們雖然是住在冰屋裡 但他也喜歡有家的感覺 嗯 就他創造出是一種很暖 然後很穩 就你不論在哪裡 你都可以使用他們家的產品 然後 很穩定 謝謝 就是跟你的感覺 太棒了 跟我一模一樣 耶 謝謝 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你能不能爽一下 謝謝 YES 只有這個牌子嗎 還有第二個牌子 爽啊 是 不是西方國家的 五一兩品 呀 真的假的 我人生最愛的前面幾名 居然就是牡羊座的 太爽了 真的假的 太爽了 五一兩品也創辦也是牡羊座的 對 好爽媽的 提親了 我不懂耶 我要去查五一兩品是不是 他創辦之後 然後過沒幾年 然後就是因為他的個性太火爆 所以就只好轉讓 賣給其他的公司 真的假的 然後處女座有 比較的 大家知道這是馬雲啊 哇 謝謝 然後巴菲特 巴菲特 馬菲特 對 馬雲是我的偶像 還有 還有黃 那個王學鴻 還有巴菲特 還有還有啊 蔡英文 我好喜歡巴菲特 蔡英文也是助理 謝謝啦 傑出女性的一個星座 謝謝 那你還要再努力喔 那你還要再努力一下 怎麼會呢 欸那個黃罐怎麼被裂掉了 你不要換一個 然後摩羯座的話 摩羯座 摩羯座 摩羯座就是有 摩羯座 有麥當勞 哇 真的喔 跟那個Costco 哇靠 那兩個品牌都我提的耶 還有誰啊 我剛剛摩羯座 有貝佐斯 喔貝佐斯超棒的 Amazon 他現在是全球首富 今年的全球首富 他打掉了比爾蓋茲 首富君 對 摩羯座很棒喔 摩羯座 那你剛剛提到的那個比爾蓋茲是什麼星座啊 比爾蓋茲 雙魚 喔雙魚座 欸雙魚座真的感覺很 欸不對啦 是Apple的還是那個啊 雙魚座 比爾蓋茲好像沒查到耶 你不要查一下 我記得是那個啦 賈伯斯才是雙魚座 我想說馬克誰 馬克祖克博是金牛座Facebook 喔 對 這是為什麼他那麼懂得精打細算嗎 嗯 大家對於金牛座的 什麼誰 很多星座也都精打細算 不是啊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那個社群網站 就是那個疑點書 喔那個網 那個電影 對故事下去 然後他在整個大學期間他就給人一種 營造出一種很精打細算的感覺 很斤斤計較 對啊 你們身邊有金牛座的朋友嗎 有嗎 欸可是不對啊 那個啊楊一貞啊 喔 嗯 那你覺得有準嗎 可是我跟學妹的理財官 比較沒有在交流 嗯 我覺得金牛座的人都給我一種 什麼感覺 來你說看看 因為我身邊比較多金牛座的女生 然後我就覺得金牛座的朋友 對於 錢 你說他有像 之前有些星座會說他們很 很節制 或者是說很愛錢 我覺得沒有 反而我覺得他們給我感覺是很會使用錢 真的喔 嗯 就是他們 像我朋友莊雅涵 他 然後他有很好的使用的錢贊助 銀色道 哈哈哈哈 沒有啦他 我傻眼了 就是 你真的很會很會這樣 不是喔 我是 我是覺得他們 對於 他們的人給我的感覺 我真的 不是說 所有的 就是我的感覺 就是這些金牛座的女生 這些朋友 或者同學 是的 真的給人有一點高貴的感覺 嗯 高貴 嗯高雅吧 高貴不貴 高貴 就是他們很會使用錢 我只要說打破 大家對於 對不起 有人召喚Siri 就是他可以打破 我想要打破的是 大家覺得說 好像是對錢很吝嗇 會一毛不把 其實不是我覺得他們是比較會使用錢 就是 所謂的精打細算可能是有一點 嗯 但是我說他們女性 金牛座女性給人的 感覺是蠻高雅高貴的 嗯 蠻精緻的這樣講嘛 我覺得金牛座女生 他會把自己 打扮得很 很精緻 嗯 我覺得很會照顧自己 這樣講 因為我認識金牛座的女生都還蠻 哇 幹超死的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一點都不安靜 我們在想說 家藝是最安靜的地方 不會啊 這剛剛一陣一陣的還好 有就難談這麼吵 一波我也平 一波又強 反正我要講的就是 我覺得他們會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很精緻這一點 是我對金牛座女生的印象 但是金牛男我倒是沒有認識很多 沒什麼涉略 沒什麼涉略 對 好 為什麼講到金牛座 我有忘記 喔 因為那個馬克祖會博 是金牛座 對金牛座 好 然後剛剛我其實在調查這些的時候 我就查到說 Youtuber就是有一集就是 兩年前吧 有那個黃阿瑪的那個狸貓 他有去調查說 Youtuber現在 呃 兩年前Youtuber大概 最多在做Youtuber的是什麼星座 我覺得第一名其實還蠻反直覺的 欸反直覺嗎 其實後來想起來蠻有道理的 蠻直觀的 但是都沒有剛剛出現在我們討論的星座裡面 嗯 是什麼 你們要猜猜嗎 你們還記得嗎 我記得我也記得 我記得 好喔 你怎麼那麼厲害 那我講 可以講嗎 可以啊 因為Youtube 巨蟹座 後來我們就會有道理 就是因為做Youtuber 好像常常 比較喜歡待在家裡 我有一個同學是做自媒體 他就是巨蟹座啊 真的喔 那個知名插畫家 在這邊幫他打一下 易軒 達爾瓦 不要講多人家本名啦 搜尋 要怎麼搜尋 你就在IG上搜尋 D達爾瓦 D D A R W A D A R W A 對 D A R W A 他的畫風是什麼 超畫風 就是 對溫暖系的 療癒系 溫暖小語 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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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屋頂唱著你的歌 在屋頂 和我愛的人 和我愛的人 在藍坦和我愛的人 哇 好會告白喔 摩蟹座好浪漫 阿阿阿阿阿 Yeah 好啦巨蟹座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們要來揭曉 有哪些品牌是巨蟹座的 其中有一個是咖啡店特別愛的 真的喔 對 什麼 他希望未來他的某個 某個東西會是這個品牌 喔 Airbnb嗎 你現在已經有了 不是Youtuber 不是Youtuber 現在 就是品牌 Tesla 對 Tesla Tesla嗎 欸可是好不像喔 馬斯克有讓人家有愛嫁的感覺嗎 嗯 有 有有有 真的喔 因為我看到他的類傳記 他有見聞嗎 重點是他很愛他的媽媽 他的弟弟 喔 他非常 而且他很照顧家人 他跟著他弟弟一起創PayPal 可是我記得你說巨蟹座很無聊欸 因為他還是愛家 我發現因為我那個插畫家的朋友Jara 他真的跟他媽媽的感情很好欸 對 好到一個不可思議 真的很酷炫欸 所以這真的是 欸可是好像很不順 我姐一直跟我媽吵架 可是我姐是巨蟹座 可是他就是跟家人的連結 對他比較像家人 而且他是不是很宅欸 你說他很宅欸 對他們很宅的 巨蟹 我認識一個國中同學 他是巨蟹座 嗯 他就是讓人一種 他明明才國中而已喔 那時候我們都國中嘛 他就是會散發一種媽媽味 你知道嗎就是一種 媽媽味是吧 就是一直想要照顧他人的感覺 照顧別人 對對對 因為他看到我可能 國中的時候很暴衝吧 所以就是可能 國中的時候問號 現在問號 OK fine 反正就是我就會可能衣服沒穿好啊 他就說欸你衣服怎麼都沒穿好 他就像媽媽一樣唷叨欸 關心啊 就是就是很 那所有的媽媽 他是不是都是巨蟹座的 嗯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他就會 應該很多媽媽不爽 應該說巨蟹座的女性 會流露出一種 照顧人者母愛的訊息 他有那種氣質 我覺得 嗯 還有一個是 星巴克 是巨蟹 對星巴克 霍華書 那個字裡面 我這個好不熟喔 這個不知道該講什麼 好喔 好喔 他有什麼星座沒聊到啊 有很多啊 那這樣子是不是都沒有在這個創業家 企業家裡排行榜裡面 應該是說我們有沒有想到吧 像可口可樂呢 雪碧呢 喔對 這些我們都沒有查到 還沒有查 喔喔喔喔 還有什麼大家心中 你自己的星座還沒有被提及的 下一次我們再開一集 快點唱一下王力宏那一首 我們來檢視一下 雙雲母羊座 僅有雙子巨蟹座 時間平天蟹蛇手座 都有啊 女人的心千變彎彎 好了我就 只有去到那一段而已 你剛剛有念到十二個嗎 有啊 張雙雲母羊座 僅有雙子巨蟹座 是天平天蟹射手座 喔喔 天蠍好像比較少被提到 天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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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有知道天蠍座有特別 有啊 唐啟陽啊 欸對耶唐啟陽 唐啟陽是天蠍座的啊 OK 我希望有一集之後我們三個人去 好像有點太夢幻了齁 我們一起 聽說他最近也要搞一個音頻 對 你看音頻越來越有市場 就跟你說了吧 大家還會來聽我們的音頻 對啊 欸我跟你講我今天上架了 我今天用到我白髮蒼蒼 你知道嗎 我今天在吃飯的時候我注意你的白髮 我想說什麼多了四根 真的 真的 你可以講他白髮變多了 我有在觀察 你知道我今天下午快發瘋 我想說為什麼沒有辦法 我還寫信去客服我 因為他們沒有那個電話可以打 我就用email 然後我想說他到底回什麼 因為他用英文回我 然後我就很多專業術語 我就不知道在幹嘛 後來你知道那個 根本就沒有派上用場 我就自己亂摸 就終於上架了 所以現在可以在spotify 可以搜尋到我們的 哇烙烈掌聲可以 spotify喔 對 spotify要付錢 但是為了收聽我們這個音頻 OK的 一天大概一個月大概四五十塊 我有買 你可以用那個家庭方案 你比較便宜 呵呵呵呵 前提少人跟你分 那如果你的手機用戶是iOS系統的 你可以直接在一個應用程式裡面 叫做podcast 這是一個內建的軟體 然後你可以直接 我們要我們上架到那個 收聽音頻 我是收聽音頻 然後未來呢 我們也 有我已經送出申請了 等他 我們也快要可以在podcast上 聽到的 嗯 拍手拍手拍手 spotify跟iTunes它是專門 它也沒有專門啊 但是它比YouTube的好處是 它可以 把螢幕關掉收聽 然後 音質應該比較好吧 就是你比較 你可以 一邊收聽podcast 一邊 就是滑你的facebook 就不會說一定要把那個螢幕打到最大 然後在那邊看我們的 可以欣賞每邊的畫風啦 但是 對啊這樣之後 上架spotify就看不到你的畫的封面 那我就不用畫了 欸 欸 有道理 欸可是還 對啦 而且大家蠻喜歡那個畫風的 嗯啊 有喔 我們蠻喜歡的 搞屁啦就現場兩位 你們 幹嘛一點都沒有feedback 有喔他們默默的聽你嘴巴默默的念說 我也喜歡 但你只是聽不到而已啊 來你再講大聲一點我聽 我也喜歡 哈哈哈 欸為什麼那個公車停在那邊停那麼久啊 龍貓公車 所以就 是末班怎麼 怎麼有點creepy啊 嗯嗯 我們停在這裡很creepy 我以前有看過一個那個 港劇 然後它是有關於那個公車的鬼片 欸我不要聽 不要講這些都很煩的欸 不要聽 沒有我只是提而已 我都沒有要講 欸我 那你們身邊最 最好的朋友都是什麼 有 射手座 真的喔 我姐姐跟我爸爸 喔是喔 他們兩個都是射手座 對他們兩個就是號稱 史上最風流的星座 哇喔風流倜傥 射手座好像都比較飄對不對 可是在我姊姊身上我看不到 我親姊姊 我親姊姊身上沒有看到風流的感覺 有嗎 有啊她會想要到處去玩的感覺啊 可是那種風流 跟那種風流 我覺得是自由吧 像你姊姊都喜歡開著車 說要去哪去哪 我覺得她不是風流是喜歡自由 對 這個時候她比較喜歡自由 不是說她喜歡風流是喜歡自由 包含愛情的自由啊 也包含行動的自由 這邊我保留一個問號 姊姊如果你在收聽你告訴我 你在下方留言告訴大家 那這樣不是就大家都知道她是理解 我覺得射手一個好處是蠻隨和的 隨和 真的嗎 她好像沒有太突出的那種 其實我認識的射手座都蠻 我覺得是隨和啊 還蠻隨和的 欸不過星座是不是也要看 真的嗎 星座是不是也要看什麼 上升跟什麼太陽 上升 金星 月亮 對啊還有 還有月亮對不對 我差點講出了 月亮在雙魚 你已經講出來了 對啊 你月亮在雙魚 對啊 欸剛剛有分享到雙魚的創業者嗎 有啊 雙魚 雙魚是那個啊 賈伯斯啊 對賈伯斯 其實蠻難想像的耶 賈伯斯 不會啊他很有追影嗎 那你告訴一下我們的聽眾 我們所謂雙魚給人家的第一刻板印象是什麼 就是 那是什麼樣的氛圍 就會讓人覺得 可是我覺得這還蠻準 就是比較羅曼蒂克 就是他想法會比較 天馬星空 嗯 天馬星空我覺得他比較像是比較多一點 帶有浪漫粉紅色泡泡的色彩 嗯 這樣子 有一個品牌 然後還有你說是很能言散道的 能言散道是雙子 對 比較會說話的 例如 例如韓國語嘛 你不覺得他很會說話嗎 對 欸雙子好像剛才企業家也比較少 有 有有雙子啊 有誰 我想一下 剛才雙魚有一個啊 還是Nike Nike有雙魚的 嗯 雙子有比較少 羅曼蒂克 Nike的這種品牌印象好像沒有跟創辦者有點連接 對 感覺不是 我覺得想法還有多元吧 就是 就是雙魚還給人什麼 也有其實也有母性的光輝在 真的喔 怎麼那麼多人有母性的光輝 雙魚跟巨蟹都是比較母性光輝 那雙魚跟巨蟹 的差異嗎 他們是同樣的風向還是什麼 雙魚好像是水象吧 欸他們是不是都一樣是水象啊 我不知道 其實我也分得不太清楚 你不是星座大師 我哪有 我比較懂別的 我只懂一些些人 星座大師你是要站唐老師嗎 站起來站起來 我不站而敗 欸不過那個 咖啡邊很厲害的是人類圖 大家敲碗請咖啡邊做一集分 不知道人類圖的 趕快去護鎮事務所申請 你的出生時間 我那時候也被他推坑去 他還真的給我去 而且那時候我們才第一次見面 他真的後來就去 是嗎 我佩服他的行動力 是嗎 對啊 這種人給他大拇指 很想當初每邊就一直再三推遲 我就直接載他去護鎮事務所 他居然跟我開玩笑說 是要結婚嗎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嗯 哈囉 我就 沒有 沒有 那我那段時間剛好在吵那個啊 同婚一體 對 那不是啊 你會開始用那個 是不是 不是啊哪有人會這樣直接把他講出來的 我們跟方老師的連結越來越深 那先不要 先不要 然後我跟妳講 不是說妳的戶籍在哪只能跑去那間 對啊 護鎮事務 這是什麼 對 因為妳看這什麼舊時代思想 什麼到那邊才能到那邊 現在都買醫化 對我覺得很恐怖的就是啊 連我妹她原本也不相信星座 然後她那天回 因為她在台中工作 然後她就回家跟我說 她要去護鎮事務所 我說她要幹嘛 她說她要出身證明 然後她要去看她的人類圖 然後我想說 哇大家都背這個人類圖 因為我記得妳妹的圖 對啊 所以是妳妹妹找 我剛剛介紹 請她幫妳的內容 分析這樣子 可是我也是隨便亂分析 因為一點都 我覺得人類其實 之所以對這些東西那麼好奇 就是 對自己的好奇 對自己還是不了解 想了解自己 蠻有趣的 也想了解身邊 想知道的人 對啊 不然妳幹嘛 不是都會打另一半的星座 或者是有興趣的人的星座嗎 沒有啊 妳不會嗎 我不會這樣 因為妳本身那星座 然後就沒興趣 對啊 就沒興趣 可是我也不會想要知道我的原類圖 是妳要拉我去後面的事務所耶 喔 那妳很好啊 妳看那件事情我拖了多久 嗯 所以我呼籲一下 不是呼籲 詢問一下現場的 你知道嗎 處理座的聽眾 會不會有跟我一樣的感覺 妳剛剛不是說不信星座 不在乎 不在乎 就是呼籲跟我同樣星座的人啊 像我想要知道 是不是他們也跟我一樣 不在乎星座 不在乎 有啊 像炯也不太在乎 就水瓶座也都不在乎 是不會在乎嗎 明明我有朋友說好有趣喔 對啊 跟人家特質比較有關係 可是炯對星座還是有敏銳度的耶 大家都知道他的哪一個朋友是什麼 然後有什麼故事 而且還說他最恨爆什麼什麼星座 愛爆什麼什麼星座 他每次都加一個爆子 恨爆我恨爆 他好像很討厭雙魚座 不對 對他討厭雙魚跟討厭天蠍 妳有沒有記得這麼清楚 我都會記得 其實我不一定記得別人的器皿跟長相 但我一定 但他一定記得那個星座 嗯 還有人類圖我都會記得 我就會記得那個我會貼的分類 然後上次問炯 就是問我們一個朋友說 妳趕快去護正事務所 他說幹嘛我要被妳分類啊 妳幹嘛要這樣子嗆人家啊 妳是什麼星座 妳獅子座 獅子座 獅子座這個 欸我們也剛剛有 妳也跟獅子座很好啊 欸對啊好怪 我們獅子座直覺應該會覺得很有企圖心 很有那種 反正在剛剛的排行榜 都沒有獅子座欸 裡面沒有提到獅子座欸 對啊 什麼排行榜 創業家 欸哈囉我自己的重點 首富啊 我趴趴趴趴趴 沒有啊 妳剛好查兩個啊 妳一個是查首富的 一個是查星座 創業者 有跟妳們那些那個知名品牌沒有 比較少的 沒有 是喔 獅子座 獅子座通常都會被描述說 很有事業心啊 真的嗎 然後很愛一面子啊 所以就對於外展是很 雨雨妳是這樣的嗎 她會聽嗎 欸不過我上身在獅子 我那時候知道 因為我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的上身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 就是知道自己原本 就是出生年月 對妳的行作就蠻準的了 所以我就沒有 不知道我自己的上身是什麼 直到我那時候要去看我的人類圖 才知道 上身要 出生證明 出生的 十 就是幾點幾分 嗯 所以我才知道 我上身是獅子 我嚇一跳 因為跟我完全 八蛋子達不到 達不著的一個形狀 沒有啊很準啊 對啊 妳蠻愛面子的啊 而且那時候就說 什麼 像唐啟陽說 其實妳越到三十歲過後 以上身為主 對 可是那個好像有 有真的蠻 上身 就是有點像是 如果妳是一個房子的話 不是啊我是我的 妳的上身好像是在 每邊的上身 摩羯座 對我想起來 妳的上身在摩羯 喔 是她的摩羯嗎 不然她有哪一種摩羯 妳的上身在摩羯 所以妳看妳們兩個 都根本就是 互相系 什麼互相系 有啊 他們說上身跟什麼 什麼太陽 如果是一樣的話 就會互相系 真的嗎 對 就是會互相欣賞啊 嗯 太陽是嗎 太陽是妳的 就是妳本來的本體啊 對妳的製作 酷壁的 怎麼樣 大家聽眾有學到一課嗎 怎麼沒有人問我 我的上身在哪 沒有人知道 謝謝 妳剛剛不是有講了嗎 就說妳上身能言善道 妳剛剛 妳還要多少的篇幅 在妳身上 哪有講上身能言善道 欸 我跟大家分享 聽眾分享一下 就是妳知道嗎 因為我們在做那個 音頻 然後我就會去詢問一下我身邊的人 會不會聽我們的音頻 結果我現在在打工的一個地方 就是一個美術工作室 嗯 我的老闆就有在聽我們的音頻 好 shock 很可愛 老師好 如果妳有在聽的話 我跟妳講 老師好 然後妳知道嗎 她很好笑 我就聽她說 那妳覺得怎麼樣 我們的音頻怎麼樣 然後妳知道她就湊到我耳邊這樣 小聲想 我覺得 那個圖是因為咖啡邊畫很多欸 幹 好 好現在我們就讓美邊發揮囉 這就是為什麼我剛剛要提到說 妳的篇幅很強 嗯 好就這樣 我的上身在雙子座 嗯 我雙子座 我雙子座 幹 好可愛 好可愛 雙子 我覺得我還蠻欣賞雙子的欸 有嗎 難怪我被妳吸引 對嗎 我們身邊還有人是雙子的嗎 對啊 有嗎 身邊還有人是雙子的嗎 有嗎 身邊還有人是雙子的嗎 Follow是雙子的 韓國瑜 韓國瑜在我們的手機裡面前陣子 一直在我們身邊 要開始 妳除了占星座還要占 可是我真的覺得她一開始出來之後 她的語言能力真的是很強 很好啊 不是語言是渲染力 渲染表達力啊 嗯 她真的很會說話 不然為什麼很多地方媽媽跟我爸媽都會被她迷倒 嗯 不要這樣講 她們有她們自己喜歡的立場嗎 妳幹嘛 沒有我說真的啊 她們很迷戀 不是迷惑 加上啊 所以她們就整個被迷倒了 嗯 那這樣都沒有人關心宋楚瑜怎麼星座 欸宋楚瑜怎麼星座 真的很 你很 我猜宋楚瑜是雙魚座 她一直有這份美夢 好我們先來猜 沒有美夢 你這樣站到雙楚瑜的 宋楚瑜的那個 雙楚瑜的那個 哈哈哈哈 那天我大嫂 你要站到那個雙魚座的那些人 快下我只要騎馬也有24萬個粉絲 好 快下你現在要查 我們等一下我們先查 我們先 我們先猜我們再來查 好 你猜雙魚座 然後沒變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猜喔 我昨天猜我猜獅子 她 一點都不是獅子 她感的有溫吞欸 她感的蠻驚扭的 她感的蠻驚扭的 真的啊 喔 妳快 誰會打宋楚瑜星座啦 我看關就自生日啦 宋楚瑜總統落選什麼的 好荒謬 有嗎 從星座看總統 從星座看總統 有這個篇幅欸 好酷喔 有 蔡英文處女座 賴清德天秤座 韓國瑜雙子座 王金平雙魚座 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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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楚瑜 雙魚座 幹 我猜對 欸 她真的是雙魚座 妳好會猜喔 我就說她有一份美夢吧 妳好會猜喔 她這夢有夢最美 本集爆點 本集爆點剪成音錯 欸真的是欸 欸朱麗倫也是雙子欸 好酷喔 欸張善政有像欸 張善政是巨蟹座 有像有像 嗯 欸這個喔 柯文哲的獅子 喔 柯文哲反而是獅子 好酷喔 嗯 吳敦有人要知道嗎 沒有的話我就不講 那黃國昌呢 王金平 我覺得黃國昌可能是摩羯喔 我覺得 我覺得她比較像牡羊欸 蠻 蠻沉沖 我覺得她語言能力也不錯喔 她講話還蠻條理的欸 嗯 8月19是什麼 8月19是什麼 8月19是獅子啊 喔 有像有像 那是那種 電視 嗯 好像 國昌哥最近在分享她自己的律師問題 喔喔喔 剛 為什麼要出來 是因為入選了然後很閒 沒有 就好像是誰在分享她的那個 啊那個啦3Q哥啦 陳柏惟 我跟她分享她以前 是那個跳舞機的 好像冠軍還是什麼的 那是陳柏惟喔 對啊 很厲害吧 就是那種上上下下的那種跳舞機 你知道嗎 超厲害的欸 欸欸欸 對好我也不知道扯這個 欸8月19到底是什麼星座啊 是獅子還是處女 很讚揚 我覺得是獅子欸 你直接搜尋啊 你直接搜尋啊 8月19是什麼 欸 啊8月19是 是獅子啦 我是獅子 我是獅子 是獅子 他是獅子跟處女交會的第一天 所以 黃國昌是獅子 獅子座跟有點處女座 這間面很可愛 欸我覺得我好得意喔 猜對宋楚瑜 喔OK 我覺得好荒謬喔 我要分享一個小小 有關宋楚瑜的小故事 那天總統大選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麼去 去知道這個消息的 超大 因為他要去投票啊 沒有沒有我的意思是說 投完票之後是怎樣 坐在電視機前看 還是你有特別去一間酒吧啊 或是酒館 去跟著大家一起看 沒有就是手機打開 然後賣的電新聞 就是跳出現在的開票狀況 對阿沒有阿我就是 那天就是從就是起機車 然後就去找朋友 他們那個店 在那個那個迪化街那邊 然後他們就好多年輕人 都在裡面看那個投影的機死幕 然後他們這邊開心的調酒 說你要喝什麼 然後我就說 隨便就是你調給我喝 然後他就調 重點呢就是突然間就是 他遞給我那個不是 但是他有另外一個人遞給別人 他調的那個特調 叫做憂傷的宋楚瑜 OK Fine 然後他們說那一天 調的酒就叫做民主自由系列酒 OK我分享完畢了 都沒有人有 可是我第一次聽我覺得蠻好笑的 對啊很好笑 憂傷 是悲傷的宋楚瑜 憂傷的宋楚瑜 欸他下一屆還是出來選嗎 我相信他 他如果下一次出來 我再看看他 看看我也許會投 回到一個 欸我覺得下一屆的感覺會很 很競爭激烈 因為他是不是就很期滿了 就不能再 對啊參與不能再選了 就會期待 他太優秀了 期待到底下一個會是誰被推出來 嗯 宋楚瑜 這樣呼籲 就是你知道啊 聽眾人 一定要有一些 公民參與的一些 熱忱 對 這次去投我是手投組 我覺得我好快樂 我覺得很感動 嗯 對啊 因為你看你生長的土地 你看可能會 你會覺得說 欸這件事情跟你生活息息相關嗎 沒有啊 我每天一樣去打工啊 上班啊 然後回家 可是其實這跟你身處的地方 我覺得是 都息息相關 對啊 就像因為這次投票的時候 我的母親她就說 唉我都活到五十幾歲了 有差嗎 對啊 就差我一票嗎 然後我就被他這個態度嚇到 我想說奇怪 他那個年紀的人們 不是應該對 國家未來的走向很在意嗎 嗯 如果說我們這個二十幾歲的年代 可能會不那麼在意 是因為你會覺得 這個事情跟你還很遠 嗯 比如說國家的一些政策啊 或者是一些方針 就是跟你自身比較沒有相關 所以你就不會去在意 可是在我母親那個年代 既然不是投票 我是覺得很詫異耶 嗯 那你後來怎麼反應 我是跟他 我就一直在他的耳邊這樣唸 我就說啊 你湊那麼近幹嘛 在他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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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對三位候選人 都沒有任何的情緒波動 對他就說爛啊 他們都爛 都一樣爛這樣 跟你媽不是很像嗎 你媽也說隔天要上班 我媽的感覺 對我媽的感覺不是說他們都很爛 而是覺得跟他無關 有意義嗎 那你不會嚇到嗎 就像一號上呢 他還是隔天起來做生意 二號上他還是隔天起來做生意 喔對了我媽也熱的態度耶 對那其實他們不知道 他其實這是間接的影響 就是你今天做任何一個舉動 其實他都是間接的影響你 你的日常生活 對喔 只是你沒有那麼直接 像可能你的十八八被砍了 這麼這麼直接 嗯 對 然後你說我會不會被嚇到 我覺得 就習慣了吧 就我會覺得 因為你一直都知道他的政治力 而且我反而會覺得說 你要不要去投我覺得都 我覺得反而還好 我覺得如果你不投 你就不要在那邊跟我說 誰怎樣很爛 喔 就是你沒有資格講 因為你如果不在意你就不在意 對啊你 如果你真的在意 你覺得真的誰爛 你就去投另外一個嘛 那如果你都不去投 不行使這個公民的權益 又在那邊說 喔 誰好爛喔 我國家很爛 台灣很爛喔 我就覺得 你可以閉嘴嗎 哈哈哈哈 蠻有趣的 好喔 講到政治 OKOK 那這一集 好像 我覺得這集滿不錯的耶 好像我們知不知道 要不要考慮都在車上錄 可以啊 很不錯啊 看這集大家反應如何 有點身體反應 很想要去做一個執行 但是都沒有辦法 有點受苦 你說比如說想要轉個身還是幹嘛 沒有 想要例如上個廁所這樣 沒有辦法 就是很專注的在 對啊 很不錯 而且我覺得這一次 我們的主題跟以往也不太一樣 以前都比較稍微探討一些議題 其實這次也是探討議題 只是說這次加了一點娛樂效果 娛樂性的話題 希望是這樣子的呈現方式 就是比較不會有拉扯說 一方面為了收聽率 跟我們自己想做的事情有違背 那如果只有這樣的結合 我覺得其實大家錄起來會比較愉快一點 然後聽的人也會覺得 聽的人 聽的人 哦 你們不要一直講 希望各位 followers跟我們三位 可以更有更深入的連結 哦 對 快點 羞繞兔了 欸 我跟你講 那天 那天 偷偷看你們說 那天我們發IG的時候 就發現有一個 好啦 大家掰掰 好 掰掰 小粉絲啊 有一個小粉絲 然後就 就標註我們的貼文 哦 那個貼文是因為我們去呼籲 大家要去投票 然後請每邊幫我們畫一個很可愛的三個人玩偶的插畫 然後就發現有一個小粉絲 轉貼分享 然後重點後續呢 有一個 hashtag hashtag 上面寫說什麼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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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最近我看到 大家 hashtag說 他想被吐司邊親 對 哦 如果不知道我在說什麼就去看那個貼文 小粉絲咖啡便有話跟妳說 不然我們去我們IG 如果妳有在聽的話 為什麼 為什麼妳就沒有追蹤我 哈哈哈哈 很奇怪的事情 我跟妳講 妳一輩子都不要追蹤我 他媽的 生氣 不要 我跟妳講 那個叫人生物語 是不是 還是 是人生物語 欸 不用啊 他也需要被宣傳 我看他很認真想要經營一個IG 我在這邊 你永遠的不要追蹤我 不要 不然不要聽他 吐司邊幫妳加油打氣 加油 GOGOGO 咖啡便不爽 妳惹到咖啡便了 欸我覺得很 很不錯啊 其實我 其實還是開心的啊 因為發現真的有人 真的在認真聽我們的音訊 而且在關注我們 因為我們參加你的時候 會很迷惘說 裡面的粉絲在哪裡 我還媽是抵隊 你抵抵抵 快點出來聲援好不好 好啊 之後我們就有各自的粉絲後援會 對啦 你說之後是 maybe like 30年後 好喔 那我慢慢等 好 耶 我們上架那個spotify跟itune 希望會有更多的聽眾 加入我們的行列 跟我們好像偉大的航道 好 如果有任何想法 就是想要聽我們跟誰合作嗎 或是想要我們講什麼 就是主題都可以視訊我們 然後跟我們講 我知道我們的三尾 哈哈 這個先不要 欸我們現在開始有點透露自己的 隱私的一部分 一部分耶 星座 然後 好害羞 寫行還沒講到 下集可以 之後可以講一下寫行 然後萬一有一個人 他就是想要專門殺處女座的人 然後他就把那個 子彈設定在 就是找到處女座的人 然後射殺 這樣我不是會被射殺嗎 因為我就是讓大家知道我的星座 有這個前提嗎 對啊 有 就像是導彈他不是可以設定地點嗎 哇那這很方便耶 你看 你應該先撿到一本死亡筆記本啊 可惡 我會被當成頭號 嗯好 你想太多 頭號賺飯 好喔 那今天的 差不多一個小時 喔 蠻會喇咧的 他會摳痘痘 就戳到自己的眼睛好痛 欸下下集是要過年了啦 我們 欸 過年還會 拜個早點 我們過年還會播嗎 欸 沒有我們是隔週五啊 所以是剛好下週五 過年的時候 我們會 不在大家身邊 那就是音頻多聽幾遍啊 對啊 不要太想念 要拜個早點吧 失了枕頭 好 那祝福大家 新年快樂 欸我們要說一句吉祥話 鼠萊寶 祝大家 鼠萊寶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祝大家 我我講 我要講到的 都好強啊 哈哈哈哈 祝大家 麥當勞之後 薯條買一送一 為什麼 什麼鬼啦 那我祝你 薯餅蛋餅 我 我祝你 鼠萊寶 還是鼠萊寶 好喔 講一些正經的啦 好 鼠萊寶寶 哈哈 你看看 祝大家 鼠錢 鼠到手 抽筋 祝大家 鼠來鼠去 都鼠不到你 啊 鼠東西 就是 祝大家 鼠多 鼠 鼠什麼 欸你知道我三將 鼠什麼嗎 我不知道 不高比氣 喔 好喔 掰掰 耶 掰掰 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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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 鼠